同学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是 目模型 在上一个项目里 上一个新闻阅读器项目里 我们已经介绍了目模型是什么 目就是 M就是model 目O就是operation V就是视图进行界面展示 E就是event或者change Model就是实体 Operation就是具体的操作 比如登录操作或者是获取列表的操作 Vio就是进行视图展示的 把数据进行界面的一个展示 Event就是在Vio里面点击一个按钮 就是一个事件或者一个状态的改变 都是一个状态的就是一个事件 事件改变的时候 还有发起或者是发起一个操作 就是将操作跟model进行连接起来 这几颗呢 我们看我们的一个项目里面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新闻阅读器的一个目 我们看在这里面如何添加我们的目模型 首先我们同样的 我们先把这个框架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结构进行 建立起来 global就是全局性的 全局全局的一个model就是我们的实体类 所有存放的实体都在这个文件夹下 还有一个operation 所有的操作 登录操作 或者是获取列表的一个操作 都在这个文件夹下 Vio就是所有的界面都在Vio的文件夹下 db就是一些数据存储的 这个用到或者用不到的话 我们都先把它建好 有delete就是一些工具 或者一些常用的一些固 或者一些自定义的空间都在这里 soldCAD就是第三方的一些sdk 还有一些长量 一些红定义 或者是一些定义 我们都放在我们的一个define文件夹下 好 这些建好了之后 这里边的mov 就是我们的目模型里面的前三个 event就在Vio里面来体现出来的 好 这些建好之后 我们首先看我们的一个圆形 我们有登录界面 所以会有一个用户的一些信息 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model里面 建一些实体 首先我们要建的是一个 就跟我们做新闻阅读器一样 首先我们会有一个积累 所有公共的部分 我们都会放在我们的一个积累里面 nsoperate base info 好 这里边就是我们的baseinfo 它会有一个用户登录的一个实体 所以我们会有in userinfo的一个model实体 好 这里边有了之后 我们还可以看我们这里面还有哪些model 我们还可以把我们的商户 商户的会有一个商户的一些信息原数据 或者一些实体 或者一些实体 商户 商家 我们看一下 商户 我们就叫商户 好 实体其实还有一些团购的实体 这些大家可以去自己根据我们的界面原型去把实体来建立好 我们这里边会有一些其实跟这里一样 会有一些基础 有id有name 什么的我们都可以把它直接拷过来 这就是我们做完一个项目 这些都可以重用的地方 好 这样我们就剪完了 这里边需要的一些数据 这里呢 我们还可以把它 拷贝过来 我们格式的一个定义 这里边我们可以先空着 有的info 这里边的实体有了 operation呢 我们可以看我们这里边有登录的一个操作 或者我们不登录 我们直接进来的话 我们有一个获取 我们还可以建立先建立一个积累 所有的操作 好 我们这里操作呢 首先我们会有一个获取商家列表的一个操作 fsoberation get 商户 这个商户列表的一个操作 还有什么操作呢 获取团购 团购呢 就是我们 第二个table页里面要显示的 我们大家可以自己去 我们先加这个操作 剩下的大家可以自己去操作一下 为由呢 首先我们看我们的为由有哪些 肯定我们有这里边的一个 登录页面 我们同样的我们建立一个 base 我们的所有的为由呢 都是以controller的形式来呈现的 所以我们这里边 会有一个 fsbase controller 所有的 试图呢 都从这里继承 我们方便我们把公共的部分来写在这里 我们把这些页面呢 同样我们划分一下 就跟我们这里一样 我们这里的为由一样 有page 有vidget 有seal 进行一步一步的划分 页面呢 是 用vidget来组成的 好 我们先把页面加上 我们同样我们所有的页面呢 也建立一个机器类 跟页面相关的 我们都是通过这个base page来集成的 好 这里边会有登录的一个页面 这里边就是vipi space page login page 登录页面 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首页 叫home page home page 其实就是一个 跟我们新闻阅读器一样 是一个table tablebar controller 登录页有了之后呢 会有一个商户的页面 商户配置 我们这个商户配置呢 看一下啊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商户的一个页面 说的是只有商户这个页面 我们home page呢 是整个的这个页面 商户这个页面呢 就是这一部分 商户页面呢 它又有一些widget 用tablewidget 用tablewidget 用这一块来组成 我们可以在widget里面呢 首先我们可以建一个 fs base 所有的空间 都是通过这个base widget 来集成的 我们方便 我们在里面写一些积累 然后呢 这里面会有一个 看商户跟团购呢 它都是列表 所以我们这里要写一个 写一个tablewidget 一个列表的积累 这个列表呢 从列表下面我们再细分 再细分 再细分成什么呢 它有一个商户 商户的一个vget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团购 团购的vget 我们可以自己建一下 我们这个vidget又由什么组成呢 又由单元格来组成 这样我们的结构就比较清晰了 同样 我们的seal呢 tbr table 有seal 同样有一个积累 所有的积累 我们从积累下 我们来派上我们 各个页面用到的一个单元格 叫商户 商户seal 这里的商户seal 就是这个界面 这个seal的一个样式 有商户页面 有团购 团购里面呢 有团购的一个单元格 有团购的一个vget 好 我们这里边大家都可以自己去建一下 好 这样我们的工程就比较就建完了 我们mov mov模型 mov 就建立好了 所以这个框架呢 我们已经基本上建立完成了 把所有的这些定义呢 红定义 我们还可以在这里边 看我们这里边 我们这里边 红定义呢 eul的一些长量定义 ifine的一个长量定义 我们后面还会讲一些 讲一下 把这些通勁的部分呢 都加过来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 我们可以先先把框架定好 所有的长量定义 自负刷的定义 都在这个文件夹一下 这个文件里边 这个就是一个头文件 可以去掉 这里边 我们所有用到的跟服务端 或者跟网络交互的uil呢 都在这个头文件下来定义 这样我们的框架就基本上建立完成了 我们所有需要的一些页面呢 在这里还可以不断的完善 比如我们有一个团购的vj 然后我们的sale呢 同样有团扣的一个单元格的一个样式 然后我们的sale呢 fs团购 好 那大家按照这种设计理念呢 就可以把根据我们的界面呢 把这些需要的东西呢 需要的页面来建立出来 比如这里边有一个详情页面 我们可以设立一个fs-based详情页面 也是一个页面 是一个page 我们可以叫它商户的商户detail 详情的 所有的我们根据这个 把这些框架 基本上根据我们的界面圆形呢 就可以把这些框架来不断的建立好 我们编译一下 好 这样我们的框架 基本上大家还可以根据我们的界面 不断的去完善这些缺少的界面 我们后面呢 下一节看呢 我们会看如何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 我们这些有了之后 如何来进行填充 就是我们现在呢 做的是框架 就是相当于一个填空题 我们后面就是做填空 好 这里还有要讲的呢 就是我们一个代码风格的一个 问题 就是所有的这些啊 自动生成的 我们都要把它 进行一个 习惯的一个整理 他这些其实就是为了我们 方便我们进行维护啊 或者是我们进行一个观看 看的就比较舒服 好 好 那这样我们就 我就不再写了啊 大家可以去去看 我们后面呢 会不断的来完善这里边的积累啊 看有哪些信息啊 看seer里边该有该有什么内容啊 我们后面会不断的来完善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木模型啊 就基本上讲完了啊 下一节课呢 我们再进行一边的一个内容的一个填充 好的 谢谢大家